在開了密集班之後啊 然後覺得這個東西應該要把它變成一個延續性 你覺得以後我們這個密集的課大概多久開始 我覺得就是一季到半年 我講的資產配置概念 就是希望說大家每一個季度不用花太多時間 稍微調整一下你的手上的部位資產 譬如說我們在這一季結束前開 就這一季那個整個經濟的走向 然後來討論下一季的狀況 是我們可以從全球的角度 不只是台股 這是本來就自盤背置上 你要選擇的商品更多樣化的一個關節 每一次開一定都會有新的東西來分享 我們開了兩次的密集班 就我跟Max老師的密集班 那兩次的密集班開下來之後呢 我們得到很多熱烈的迴響 可惜的是啊 Max老師很忙 所以我們久久才有辦法開一次 所以我最近開始跟他聊說 不然這樣子啦 因為大家總是在每一季都需要做一些 自己不管是從命理上的財運調整 或從投資標的上的調整 我們應該要每一季每一季的 讓大家可以不斷的不斷的 去學習更多的技巧 接受新的知識跟想法 課程內容呢 一樣的 會跟過往的密集班一樣 一部分是Max老師來討論 投資的方法 會依照過去三個月的狀況 然後來告訴大家 接下來三個月半年 你要做什麼樣的投資配置 那我這邊呢 也會用陡數的角度來告訴大家說 你要怎麼調整整整年的財運狀況 那你過去在財運上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應該要做什麼樣子的應變 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財運的話呢 歡迎來上我跟Max老師 每一季的理財密集班 謝謝大家